直接上个视频的内容 上个视频教大家把这个包包的底部编好了 今天我们教大家转圈边高度方向 这样转圈往高度方向上边的话 就需要转圈边的横条 因为现在包包上所有的条等于都是竖条了 这样竖上去的都是竖条 这个转圈边的横条长度是318厘米 大家先剪一根 先剪了试一下 后面的根据第一根调整 这样可以散一些条 好我就先剪了一根318厘米的转圈的横条 剪好之后开头留10到15厘米 那么长的一小截 给它这样折一下 全部长280厘米 招好之后呢就开始编了 这里编的话和底部一样 就是找这样的交叉点编 任意一个交叉点都可以开始 好这个交叉点它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相邻两朵六角花里 一朵一根条形成的 不要直接拿一朵六角花的两根条啊 这样拿了就错了 编了花以后你要检查一下 看它是不是相邻两朵六角花上的条 不能直接这样拿 好我们现在开始 任意一个交叉点我就选这个 看这个是交叉点 它下面是两朵六角花上的条 然后交叉点左边的先折好 这样折一下 右边的给它套一下 套上来 再把刚才准备好的 318厘米长的那根横条拿出来 这样套上来 这个是折点啊 这一截呢就是10到15厘米 那么长的一小截 把这小截就是短的这小截 放在下面也就是外面 远离人的那一面 这样放好之后 这片纺折回去 短短的这小截从这两个孔里穿过来 然后这一片又从这两个孔里穿过 再把它拉紧 好一朵六角花就编好了 这个头子长了你这样推 短了呢你就这样推 看到没有 给它留够10厘米左右 我们好收头子 好第一朵编好 第二朵这个是横条 这些都是竖条 第二朵那先折横条 横条折下来 然后就第二个交叉点 其实你按顺序拿就可以了啊 按顺序拿条 这根套上来 只要这里第一朵编对了 后面你按顺序拿 正面的你按顺序拿都对 编好了我们检查第一朵 看它是不是 在上一排两朵六角花的中间 不要真正的对着一朵六角花 真正的对着就错了啊 就是相应两朵六角花上 一朵一根条 这根套上来 然后这根再套上来 套好之后这片折过去 这片从这两个孔里穿过 这片又从这两个孔里 穿过 穿好之后呢 把它拉紧 好拉紧 第二朵六角花编好 接下来重复第二朵六角花的编法 这样一个交叉点一朵 编到这里来 就是把正面 这个是正面啊 这个是侧面 把正面编纹 到拐角这个地方停下来 因为拐角这里有当着的条 没办法编 一个交叉点一朵六角花编过来 编到正面结束 也就是到正面与侧面 交界处 拐角的这个地方呢 大家先停下来 因为你继续编也没办法编了 拐角的这个地方 有一根单独的条 看 它的右边有交叉点 它的左边交叉点呢 被我编成六角花了 唯独它当独的一根 没有办法编六角花 这种情况 我们就需要加条 因为它只有一根 相当于竖条不够啊 编一朵六角花呢 需要一根横条 两根竖条 这里就相当于 像这种加条的地方呢 只有第一圈加 转圈变的时候 只有第一圈加 然后第一圈 一共要加六根竖条 分别是四个拐角的地方 四个拐角的地方 和两个顶点这个地方加 也就是两个侧面 一个侧面要加三根啊 我就讲一个侧面 另外一个侧面 一模一样的 来看 现在我们是这样 从正面编过来 到第一个拐角的地方了 这个拐角的地方怎么做呢 就减一根竖条来加上去 这根竖条的长度呢 是130厘米 其实你可以直接比一下 比一下这里的这根 就是单独的这根 和它一样长就行了 这样比下去 比下去 然后最后比它多出 10到15厘米 那么长的一小节就可以了 我这里呢 是130厘米 130厘米左右都行 好 剪好这根竖条之后呢 开头留10到15厘米 那么长的一小节 然后我们来编 编呢就是 先把这根横条啊 折好 再把 要夹的条 要夹的这根竖条 这样套上来 套好之后检查 短的那小节再上 再把当着的这根 套上来 后面呢就会正常的 一样了 这片仿折 这片从这两个孔里 穿过 这片又从这两个孔里 穿过 穿好之后呢 把它拉紧 好拐角这个地方 就处理完了 这个头子啊 我们把它先这样 往里穿 待会把它收掉 这个拐角的编好之后呢 这里又有两个交叉点 一个两个 把它正常的编成 两朵六角花 有交叉点呢 就和正面一样 正常编 正常的两朵编好后 就到顶点这个地方了 顶点这个地方 也是有一根 单独的条 没有和它相交的 就再需要加入一根竖条 长度呢 也是直接笔 这根笔它长出来 十厘米左右就可以 也是开头留十到十五 那么长的小节 先给它折一下 拿着 然后把横条折好 再把要夹的这片 这根套上去 然后当着的这根套上来 其实和侧面的是一样 和拐角的一样 然后这片折过去 这片从这两个孔里穿 这片又从这两个孔里穿 穿好把它拉紧 好顶点这个也变好了 这个头子给它这样收进去 待会我们来收 这个顶点的这朵 编好之后呢 这里又有两个交叉点 看到没有 接下来又是一个 两个交叉点 还是正常 编六角画把它编掉 和正面一样 有交叉点呢 就是正常的 就编法都是一样 两个交叉点 编成两朵六角画后 到第二个拐角了 也就是侧面与正面的交界处啊 第二个拐角 第一个拐角是这里 这里又有一根 当着的啊 拐角这个地方 那又需要加入一根 还是一样的啊 准备好要加的条 自己开头留十到十五厘米 那么长的小节折一下 然后横条折好 再把要加的这根套上来 再把当着的这根套上来 你看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这片折过去 这片穿这两个孔 这片又穿这两个孔 拉紧 好 这朵也编好了 这个头子先给它这样 弄进去 好 这朵也编好 就是第二个拐角的也编好 就到正面了啊 正面全部都是有交叉点的 没有缺的 那就正常编 一个交叉一点一堆 一直编编编 编到第二个侧面 把教程倒回去看 就是编到这里啊 正面与侧面拐角这个地方 编到这里 你把教程倒回去看一下 一模一样的 把这个侧面完成 然后又到正面了 又正常编 到开头这个地方 来收头子 好 免得大家就自己去编 转着编到开始这个地方 来收这两个头子 收之前呢 先看一下 尾部这根头子的长短 第二圈就根据这个长短来调整 看我的这里长的还比较多 那我下一圈至少要减少30厘米左右 大家要减少多少 或者增加多少的话 你就看自己的情况 每个人松紧不同 你根据第一圈的情况 调整后面的 特别长的话 你下一圈就减少一点 比较短的话 下一圈就增加一点 一般都是比较长 因为我是留的足够的 怕有人手松 这样的话 你就能省一些条 好 我们现在来收这两个头子 把它剪斜一下 剪斜之后呢 把左边的先放在里面 右边的 左边的往哪里出来 左边的出来的这个地方 它就从这里进去 然后进去呢 用手控制 可以把这两根竖条松一松 控制不要让它往外出来 让它往里面伸 伸进去里面拉紧 竖条也拉紧 然后来里面收这两个头子 放到里面呢 它就是这样 现在两个头子都在里面了 就往六角花里面穿进去 把多余的剪掉就可以了 往里面穿 穿几个 轻轻拽一下 把多余的剪掉 这边的也是一样 后面每一圈的头子都这样收 加条的这六个头子 也要收一下啊 这六个头子呢 已经放在里面了 看 你就觉得哪里胜手 就往哪里穿下去 穿几多 把多余的剪掉就可以了 就往这个六角花里面 这样穿下去 六根都是这样 穿几多 轻轻拽一下 多余的剪掉 后面五根 大家自己去藏 头子全部藏好后 来变第二圈 根据第一圈的情况 第二圈的横条 我就不减318厘米 那么长了 就可以减290厘米左右 就行 大家的话 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好 圈一圈之间呢 起头错开 我第一圈在这里 起的头能看得出来 我第二圈就在这边 这样更牢固一些 只要错开一点就行 从第二圈开始呢 就是不夹 竖条一根都不夹了 只需要一根横条就可以了 因为 侧面拐角 顶点缺的 我们第一圈已经补齐了 看都有交叉点 就全部正常编就可以了 就任意一个地方 一个交叉点开始 还是交叉点 拿起来 折好 然后横条套上来 横条的开头都是留10到15厘米 那么长的一小节 且在下方 好一样的起头 就这样一圈圈的往上编就可以了 编到想要高度 大概呢 是编14到15圈 看从第二圈开始 拐角这里也有交叉点了 缺着的已经补齐了 就不需要加任何的竖条了 大家就按有交叉点的方法 正常的编着去 这样转着 编到这里收尾 编到开始位置收尾 编到开始位置收尾 反正收尾和第一圈的都一样 然后编到自己想要的高度 停下来就可以了 我这里的话是一整圈一整圈的 一共转着编了15圈 编好15圈后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编两边凸出来的地方 好编两边凸出来的地方呢 还需要准备六根短的条 一边用三根 这六根的长度呢 是两根120厘米的 两根114厘米的 和两根108厘米的 准备好后 我们来找中心点 看这个是底部一开始 打记号的那一朵六角花 找到它 然后用尺子这样比着 真正的比上来 比到这个地方 给它打个记号 这个地方呢就是这里的中心点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这一朵 这样真正的比上来 打个记号 找到这里的中心点 然后之后呢 我们以这两个中心点 为参考来编两边突出的部分 准备好后 我们来编第一排 先找到这个中心点 往中心点右边过来 四朵六角花 一二三四 这个地方把这个交叉点拿起来 我的话这里是距离四朵啊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变 可以三朵五朵六朵 看自己的喜好 当然这里变化了 这个横条也要跟着变 然后拿出120厘米长的一根横条 开头呢 留10到15厘米那么长的小姐 给它这样折一下 折好之后 先把这个交叉点找好的 左边的折下来 右边的套上来 再把横条套上来 横条那短的那小姐再下 这个其实和一开始转圈便是一样 然后这片折过去 这片从这两个孔里穿过 这片又从这两个孔里穿过 拉紧 调整紧 好一朵六角花就编好了 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交叉点一朵 大家这样编 编到这边 距离中心点四朵六角花的地方停下来 编法和一开始的转圈编是一样的 自己编就可以 编过来到距离这个打记号的中心点这里 四朵六角花这里 就停止 第一排就完成了 两边它是对称的 就两边一样齐 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翻过来编第二排 第二排呢 用116厘米的一根横条 依旧是在10到15厘米处 给它折一下 留出来那么长的一小节 然后在第一排的第一个交叉点上开始编 从第一个交叉点编到最后一个交叉点 看这个是第一排 凸出来的第一排这个地方 开头有一根当着的 不编 放在一边 从第一个交叉点开始编 编法还是一样 交叉点左边的折下来 右边的套上来 再把这一根横条准备好的套上来 一模一样的 跟转圈的一样 大家自己编过去 到那边的最后一个交叉点完成就可以了 好 把这里的最后一个交叉点编掉 第二排就完成了 好 现在我们来编第三排 第三排用的横条是108厘米的 也是一样 开头留10到15 那么长的一小节 给它折一下 然后从第二排的 这个交叉点开始编 编到那边的最后一个交叉点 开头当着一根了 不编 看它是成T形状啊 第二排两头 都比第一排少着半斗六角花 第三排两头呢 又比第二排少着半斗六角花 编法呢 都是和转圈编的一样 就一个交叉点一朵 这样编过去就可以了 第三排从这个地方开始 一个交叉点一朵 编到这里 把最后一个交叉点编掉 就完成了 完成后是这样 看这三排呢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T形状啊 这边也是一样 开头这边也是 这样子一个T形状 接下来这边的就完成了 另外这边呢 我们这样移过来 再往这里 锁四个六角花 从这里开始 一样的编三排 用的条也是一样啊 大家就把教程倒过去 看一下就可以了 就一模一样的 这边编三排 这边的三排 也一模一样的 编好后就可以收这些头子 这些头子呢 用剪刀把它全部这样剪斜 然后从里面收进去 剪斜一点呢 会更好收 这个头子呢 就是中间这部分 甚至比较长 大家收好之后 把多余的剪下来 也可以不要扔 留着编些小挂件 这样呢 避免浪费 我们可以编一些小挂件 挂在这个包包上啊 这些条呢 就可以利用起来了 这个地方呢 因为不好计算 我没有单独计算 单独计算的话 时间要花费一天 最少有十五六个小时 所以这里就会浪费一点 这些多余的头子呢 从里面收 往六角花里面穿进去 藏起来就可以了 第一朵花不穿 就这样斜下来穿 第一朵穿了呢 它会散开掉 我们从第二朵开始穿 不好穿呢 可以借助撬刀的工具 就这样穿下来 顺着这一排这样穿 能穿多少 穿多少 尽量的穿多 穿的越多越结实 就是穿到不能再穿为止 当然特别长的话 你可以剪掉一截啊 剪下来的那个头子呢 就留来做小挂件 好 这边的呢 这样斜穿下来 这样子顺着这一排穿下去 然后像这种横条边边的呢 这样穿过来 这样子 顺着这一排穿过来就可以了 好下面这种低的地方呢 也是这样 这样给它斜下去穿 这样穿 大家全把它都收好 全部都收进去后 轻轻的抓一下 把这些多余的剪掉就可以了 特别短的那就不要了 就剪的丢掉 像这种还有点长度的 我们就留着边些小挂件之类的 里面多余的头子 全部剪掉后 包包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就是肩大 肩大我们下个视频再教大家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个视频再见